兄弟的拉拉隊今年還是穿SS的喔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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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Welcome to the 野球干一杯 Let's Find your beer Find your fried chicken Let's cheers Baseball Cheers Yeah 2月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春訓 我覺得亞洲好像春訓感覺相對來說比較重要 美國的時候春訓每個投手都都爛到爆啊 賽洋等級的都被打爆 可是在亞洲好像就是春訓就蠻重要的 就很多球員都在那邊說喔我春訓打太好所以 寂寞的時候沒力 明孔玉上說喔我今天春訓太用力 結果寂寞打很爛 其實台灣春訓我們以前舊時代像我們這種年紀的球迷 春訓最重要的新聞就是羅敏青又瘦了 然後報紙就會說羅敏青今年說他要爭到壘王 就這種新聞 因為我們有農曆新年 大家回聽農曆新年是放蕩而已啊 還有什麼那個 鄭景義今年春訓狀況超好 等我打十幾次全面打 萬奇球員說我覺得鄭景義是我看過最有天分的球員 鄭景義跟潘宗偉是我今天最喜歡的球員 他叫大隻 然後打球的時候很美式 對大家都不知道潘宗偉以前可是用過 跟仲春季洋一樣的打擊方式 打完球會摔倒的 因為他肯定看了很多書 試很多奇怪的東西 他會這樣豁出去試試看 所以大家可以講比較多有趣的 我覺得台灣春訓的新聞幾乎都是八卦 我之前看到有時候陳瑞鎮被訪問 陳瑞鎮說我胖了15公斤 但沒關係啊每年都這樣 春訓完就瘦回來了 所以台灣的春訓基本上是 都是這種新聞啊 每年包的題都是我沒有碰球 我胖了10公斤 球季開始的時候我恢復到原來體重 可是希望今年春訓 因為今年伯龍是第二年 伯龍 今年就是伯龍被整個被還蠻放大起來 日本媒體也在追他嘛 台灣媒體也在追他 然後雨球該被繼續酸他 所以追著伯龍跑 然後球的人就說 你的那個什麼收棒 開始沒有往後 他本來就沒有在往後 Lamigo的時候 就沒有看到他在那邊收棒子啊 他又不是林志勝 林志勝就是會拉到這邊啊 然後球迷就說 你看看另外一個球員 另外一個球員拉怎樣 所以王伯龍現在都沒有常打 他本來就不是這種球員啊 唉唷 哇哇 講到日本人 驗九郎生氣了 他換了 不過美國的投手他們都 爛到不行啊 他們都是我們投手開機都還沒準備好 對然後賽洋獎投手都被打爆 都是小聯盟球員 想盡辦法讓自己打很好 開機可以40人或上25人啦 老咖就是慢慢調無所謂 像志榮現在可能就很拚 然後台灣是 台灣就減肥贏了 看誰 恢復身材恢復得比較好 我覺得現在的重訓跟以前的重訓不一樣 最近NBA女性賽剛打完 然後就是以前的回顧嘛 以前的NBA球員都受不拉機的啊 肌肉棒子 然後那個什麼手長腳長這樣子 像每個人都健美先生 然後不然健美先生這樣 搭車輪這樣 胖得要命 但是還是可以灌籃 所以只用 哎唷 根本就是一塊 它就是海綿寶寶啊 它的身材 它就是海綿寶寶 灌籃就是黑色的海綿寶寶灌籃 它就是一塊正方形的東西 然後那個 然後速度很快啊 就很像 調電動啊 調到一個很奇怪的角色 然後可以灌籃 欸職棒基本上好像比較少 有以前那是什麼 Devitt Wales Devitt Wales肚子超大 喔我最喜歡球員還是那個誰啊 可龍 我超喜歡可龍 超遠 可龍超胖 超胖他 他丟球連腰都沒有在轉 可是他前陣子是個有新聞 你現在面對小孩子 對 就是在公園 有病 你是有病嗎 欸他頭盔就掉 喔 頭盔就掉了 對頭盔就掉了 他超胖超好笑啊 以前我們講到棒球的時候 喔一群啤酒都有人在打球 在我90年代的時候 棒球員就是很瘦跟胖 皮帶要翻起來啊 然後肚子 肚子好像跑出來 放在皮帶上 如果是強棒 就是一個肚子超大的人 現在 現在要重訓好了啊 那棒球員 會注意自己的外表 要不然沒辦法混外情 哈哈哈哈 我講之前越胖 好像 泡約的越來越多 以前瘦就沒什麼花邊新聞 對所以大家對胖的職棒 覺得是有期待的 但日本瘦的都會上酒店 有膽膽用人啊 瘦的沒人要 瘦的就只能 好好的跟自己老婆交往 胖的就一堆女生在追 欸達比秀 身材差不多啊 他身材保持蠻好的 前溫的 這個該是角力選手還是 因為他是伊朗人啊 中東人啊 中東人喜歡胖 我們是 放所有放球youtuber裡面 最種族氣勢 哈哈哈哈 他現在是 罵那個 太空人罵最多的球員 他直接打爆很多次 他對太空人被打爆 然後大家都在說他說 他的那個氣候賽打很爛 一定氣到不行啦 我還是 真的支持 職棒球員吃胖一點 我覺得今年的那個 肯定富邦球迷會變多 我們中進去打 一定會有不一樣的那個 模式嘛 然後 樂天可能還 可以持平 但我們可以看看那個 樂天可以經營那種一樣 而且樂天進來 最怪的事情 是球衣一模一樣 但這個 放在台灣就很醜 我剛看他們那個 球衣發表會 就覺得 這好像什麼 遺囑球隊的發表會 我覺得他們球衣跟 日本一模一樣啊 就是明明是一樣 他們好看的 可是台灣的球員 穿起來就覺得 為什麼質感變那麼差 因為背景差 還是我們的攝影比較差 還是球員 連長的比較差 結果他們就穿這樣 就帥了 我們的衣服穿得要 球衣一樣 感覺像一組球隊 說是台灣因為 顏色比較醜 所以要穿醜的 配起來才會好看 兄弟 兄弟球衣超醜 可是放在台灣 就覺得超合理 你看大家看王建民 王建民穿兄弟球衣 醜到不行 超醜 他明明穿陽雞球衣 就很帥啊 不過邦球兵也很帥啊 然後穿 皇家隊球衣也很帥啊 那為什麼穿 兄弟球衣這麼醜 可是 PASSION GIRLS穿兄弟球衣好看 不合理啊 為什麼 所以就是長相 不然就是 球員的球衣都太大 上次去表演 然後有一個球員跟我說 我都是看影球乾淨杯 兄弟的啦啦隊 今年還是穿SS的喔 今年多了JULIA JULIA 不是JULIA JULIA JULIA 跟群群嘛 然後他們兩個還要站在一起 然後還要挑紙中 兄弟一直在上下跑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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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球衣比較不行 稍微回歸本質一點 對先把所有的球員 球衣的開銷 九年代的大聯盟 就是大家緊到不行啊 道理王那個Handerson 我看好像 超緊啊 超緊啊 跑不起來就是看起來那個 裸體在跑步啊 對啊 然後我今天棒球就是要緊 棒球園就是要穿緊到不行 看看PASSION GIRLS 看看LAMING GIRLS 為什麼他們的球衣在台灣 大家都覺得好漂亮 我要穿 因為很緊 球團行銷要好好想想看 對有人知道統一的啦啦隊嗎 對啊 統一有啦啦隊啊 對統一的啦啦隊 大家不會想到 啦啦隊 只有拉標哥 對只有標哥 連衛權都 都有新聞 衛權還在二軍耶 連衛權都有新聞 整隊的新聞就是 林岳平高志剛 標哥 喔衛權球衣的醜到不行 超醜就經典 就是 草野球時代嘛 可是就是醜 在台灣就成立啊 那你預測今年整體的中華職棒是要發 因為 現在 有這個嗎 五萬肝炎 肺炎啊 肺炎啊 肺炎 肝炎太長 酒喝太多 全成喝爛醉 大家都得肝炎了 有點像SARS SARS的時候票房很差欸 中華職棒很差 大聯盟很差 那時候我記得 多倫多的球賽什麼 平日球賽是一塊錢 很近 所以中職今年上半年我才會 比較 比較沉淡一點 但今年至少有話題 六享一打得好 中華職棒 四月開始 票房應該會好一點 打不好 結果大家都跟中興借錢 欸我們還有富邦啊 對啊兩家 我們有兩家銀行啊 不用怕啊不用怕 統一跟樂天 可以跟中興跟富邦貸款 難怪我們現在都是銀行在投資啊 借錢給其他人 然後再負利息 剛過世的也順客 小時候 郭泰遠還在打職棒的時候 那楊樂多那時候就是 也順客也帶嘛 然後西武每次打冠軍賽 幾乎都對他也順客也 那時候小時候就覺得 喔野順客也打過三冠軍 以前台灣 剛開始打 他沒在IT的程度 他之後大家就說 喔我們要寄東西要幹嘛 要查對方弱點 對我來說好像輕收的概念 是從野順客也開始的 我也蠻欣賞他垃圾化的部分 接球的時候會跟他說 喔你老婆昨天怎麼樣 超垃圾 有夠垃圾對啊 垃圾是稱讚啦 我覺得他垃圾化的部分 垃圾化之王 對垃圾化之王 他要找鈴木养弱點 找不到 他只要在媒體放話說 我們已經找到了 垃圾化策略 就真的沒打好啊 這2R故事真的蠻好的 從練習生開始打 他不是說自己是 越劍潮 台灣人很喜歡取外號 新聞直播說 今天劍仔 又得到滲透了 劍仔跟你很熟嗎 你是新聞直播 你說王劍民 就可以了 台灣全裝熟 劍仔 今天又滲透了 鷹仔今天上場了 得到兩次三陣 張靜德今天打了一戰打 不能這樣子啊 為什麼他不是德宅 為什麼張靜德不是德宅 江少欣為什麼不是慶耶 為什麼他不是慶耶 為什麼他不是慶耶 波隆就是大王 那打波隆就是大王 叫小玉啊 讓波隆今天不要叫小玉 叫一整年 好啦球季快開始了 然後春訓也快結束了 希望大家六強一一 去KC市場支持 如果大家不想去球場的話 如果真的不行 我們就開始直播啦 那我們就開始來直播放球給大家看 不要看球評啦 不要球評 球評就是裝熟啦 我們都不會叫王柏龍的 我們都叫柏龍 客家鄉心柏龍 乾杯 掰掰